我問一下你們啦 沒有近視眼的舉個手我看看 來照他們 5 6 7 36個同學只有7個沒有近視眼 所以大部分人士有近視眼 有閃光的舉手 閃光有的 有同學有閃光的舉手 近視眼是我們現在從小到大 我們非常有可能會患的這個眼睛疾病 這個是我們的正常眼睛 這兩個都是遠處的光線 我現在這邊是光嘛 當光線呢 遠遠的照到我們的眼睛的時候 這個叫做水晶體 水晶體其實是一個像透鏡一樣的東西 所以呢這個突透鏡有沒有 突透鏡它就會幫我們把這個遠處的光折射 讓它焦點在視網膜的位置 在遠處的光線水晶體會變得比較薄 所以它剛好成像會在視網膜 好那你在看喔 今天我們如果看近滑手機看出的狀態 水晶體在這裡呢 它會變厚 所以呢你看 這個光點跟視網膜成像的光點 就是剛好是落在焦距的位置 好那所以呢它就是折射以後呢 把這個光線呈現在焦距上 所以我們的水晶體是可以 調節的焦距的 它自動變焦 好吧 這是我們眼睛喔 而且它變焦的速度非常快 它比相機 任何相機都還要來的快 所以你看喔 本來遠處就薄 好那當你呢從遠的地方 立刻看到近的地方的時候 欸它又變厚 好 靠什麼調節呢 靠結狀機 結狀機如果緊張的時候 收縮的時候有沒有 它就會讓我們的這個水晶體 比較厚 好 所以我們會自動調節焦距 好 現在呢大部分人是不是常常看手機 看電腦 看電視 好打電動玩具 還有什麼 看書有沒有 好我們都在近距離觀看 近距離觀看 請問我們的眼睛會呈現左獨還是右獨 對我們都呈現右獨 長久好 我們結狀機松縮 你一直給它松縮 松縮緊張的狀態 它就不容易放鬆喔 當它不容易放鬆的時候呢 你看鏡很清楚 但是讓你看遠的時候 它還是呈現這種 厚的狀態喔 這就是近視眼了 來吧 結狀機 讓我們的水晶體是厚的 所以呢 遠處的光線進來的時候 它 焦點是在視網膜的前方 後面呢 到這個視網膜的地方有沒有 它就會呈現一個 糊糊的狀態 這就是近視眼 近視眼的成因 有三個 有先天的 先天它就近視眼的 這一種有可能是它的 眼軸過長 它眼軸比較長 那當然自然就會呈現在前面 像這種先天近視眼的人 通常度度都會比較重 那如果是後天的話 就是我們剛說的 經常打電動的小朋友啊 對不對 然後一直眼睛就是靜靜的看 所以造成它結狀機無法放鬆 那它成像就會在前面 這就是近視眼 後天造成的 第三種有所謂的 假性近視眼 因為它常常看手機嘛 它的結狀機是沒有壞 只是彈性稍差 你可能透過按摩 透過一些矯正 或者其他熱敷等等的方式 讓它幹嘛 稍微放鬆 讓它的結狀機放鬆放鬆 就會從假性近視 揮繕成正常視力 但是你還是要特別注意 不然假性夾久了 就正近視了 好 那近視怎麼矯正 最常見的方法呢 第一個就是 配戴什麼 配戴眼鏡 來 老師畫的這個 紅色的就是我們戴眼鏡的狀態 我們戴的是 凸透鏡還是凹透鏡 凹透鏡 對 凹透鏡它中間會偏薄 你不要說 我眼鏡是凸出來的就是凸透鏡 NO 就是中間它比較薄 兩側它比較厚 好 凹透鏡什麼性質呢 當遠處的光過來的時候 凹透鏡是發散光 凸透鏡是聚合光 有沒有 它會發散 稍微發散以後呢 再讓我們的水晶體把它聚合在視網膜焦點上 這就是最簡單的矯正的方式 就是戴眼鏡 那你們還聽過怎麼矯正吧 雷射 雷射 對了 就這張圖 雷射就是 你看它水晶體已經是厚的了 對不對 你知道近視眼的人 它可能水晶體真厚 它甚至可能會造成眼球稍微比較突出一點 好 它現在水晶體已經不太好調節了 因為它比較厚了 好 那我們現在能夠改變它厚薄度的地方 就剩什麼 角膜 所以現在最外層的是不是角膜 最外層 好 那它怎麼做呢 它就用雷射把這個角膜掀起來 可以把角膜掀起來 再把一點角膜切薄 OK 把它切薄以後 在這個角膜外層把它蓋回去 它一定會做一些些麻醉 然後撐住你的眼睛 你眼睛不能砸啊砸啊 人家不然醫生怎麼做手術 對不對 它一定會撐住你的眼睛 把眼睛撐開 然後再做這個雷射的手術 其實很快 那可是呢 角膜切出之後 有些人會變成乾眼症或者眩光 所以我其實二十幾歲的時候 也曾經想要做這個近視雷射手術 愛漂亮嘛 但是呢 真正手術當天的時候 本人還是會怕的 因為我知道它會有這麼一個過程這樣子 我沒有做 就我比較膽小 我後來還是取消了這樣子 好啦 這個是第二種 矯正眼睛的方式 再來我們還有閃光的問題 同學來我們拍一下他們 有閃光的舉手 閃光有的 有同學有閃光的舉手 對 什麼是閃光 我現在要解釋了 好 放一下 你看這麼多人閃光 來 閃光的問題是出現在哪裡呢 角膜上 但是嘴巾皮在外側 我就簡單畫 這個黃色的部分叫做角膜 有閃光的人呢 角膜的這個曲度 不是這麼光滑平滑 所以我這個畫的 大概就是相對誇張一點 角膜如果不均勻的話 好 來遠方的光進來 進來會因為呢 不均勻的角膜的曲度 有沒有 它就會折射折射折射 折射的方向就跑來跑去 所以呢 它在我們視網膜成像就是 多焦點 所以你看到的影像就會怎樣 模糊不清 尤其是晚上我們在看電燈 霓紅燈什麼的 或者紅綠燈的時候 你會看到 暈開來的光線 對 那就是因為我們閃光了 好那閃光怎麼矯正呢 一樣我們要戴眼鏡嘛 那眼鏡呢 它不是醫生有時候會跟你 弄不同的角度嗎 對不對 每個人的閃光 角度都不一樣 譬如說我如果150度閃光 你也150度閃光 我們兩個可不可以交換眼鏡帶 不可以 因為呢這個角膜的彎曲 角度不一樣 我的可能是這個角 你的可能是這個角 他的可能是這個角 不一樣的角 所以呢同樣150度閃光 我們不可以交換眼鏡帶的 所以角 閃光的人你有沒有發現 他配眼鏡也特別貴 配那個隱形眼鏡也特別貴 有沒有 對因為他要個人化透支 再來老花眼又是什麼問題呢 老花眼就是這一段 這個肌肉叫什麼 結狀肌對不對 結狀肌是不是幫我們調節厚薄度 水晶體厚薄 結果呢人老啦 肌肉怎麼樣 鬆弛啦 我們要看鏡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肌肉鬆縮 結果他老了他鬆弛了 所以看鏡就不清楚啦 對 所以他都要拿好遠好遠好遠看 或者眼鏡要拿下來看 有沒有 你看一個人看書的時候 或看字的時候 要把眼鏡推上去 那種老花眼啊 他調節眼鏡就出問題了 所以像有時候 書出來這樣子 送一張紙過來 放在我眼前 我也要退後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調節 已經不好啦 你們會嗎 東西突然過來 你要退後一下 需要嗎 蛤 會 除了下到以外 是看不清楚要退後 會嗎 也會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也老花啦 好啦 所以就是結狀肌失去彈性 讓他厚薄度 沒有辦法 很快速的調節了 這個就是老花眼了 最後擺內臟 剛剛我不是看水晶體了嗎 我們只要好 眼睛從角摸進來到水晶體 只要有任何一個透明度是改變了 就會呈現白白模擬的影像 那就是白內臟 連續兩集關於眼睛的介紹 喜歡的請在下方按個讚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留言給我 訂閱我們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